虽然很多人总说向往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是我还是喜欢平平淡淡的相处 我理解的轰轰烈烈是什么 是相爱却有各种阻擾和障碍的纠结和痛苦 而平平淡淡是什么 是早上起来床头的一杯水 晚上睡前先用了一个吻 彼此能够在简单的生活中提会爱的味道 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两个人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平凡的瞬间 才有了想一起拜托到老永不相离的念头 两个人一起全在沙发上看电视 像是你喜欢的 他都愿意陪你一起看 他不会像你看无聊的肥皂剧 你看得开心的时候他陪你笑 你看到感动的时候他帮你擦眼泪 你做饭时他都背后温柔的抱着你 在你耳边细语吟喃 说着动人的情话 吃晚饭后他会一边洗碗一边和你聊天 你可以把快乐和烦恼都告诉他 他不会嫌你啰嗦 更不会怪你抱怨 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 他会把你说过的话都放在心上 在他眼里宁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 他会逗你开心 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担起家庭的责任 拒绝所有的暧昧 因为完成的梦想 他都会陪你去实现 带你一起走遍想去的地方 然后携手看云卷云书细水长流 你生日的时候他会陪你一起吹蜡烛 他会记得你们在一起的每一个重要又一的日子 可能你们也会有争吵 但他一定会愿意先对你妥协 他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掉眼泪 他看着你的时候 眼里像是装着星星和月亮 就说相爱的两个人眼里会有光 他不会轻易取下海誓筛蒙 但只要答应你的事情 他就一定会做到 他想用幸福把你留在他身旁 然后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 纵使时风流转 容颜不在 他却依旧爱你露出 深情不减 姑娘愿你遇到这样一个他 也有相当一生的美好爱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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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